相关话题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贺文平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你好 贺女士 你好 主持人 针对委内瑞拉拦截美军侦察机双方是各执一词 那在您看来 委内瑞拉强硬拦截美军侦察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未来双方会否爆发更加严重的冲突呢 的确 从这次委内瑞拉派出战机拦截美国的侦察机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释放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非常明确 那么说明委内瑞拉现在是不惧怕来自美国的各方面的压力 自从年初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危机爆发以来 我们知道美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 那试图在委内瑞拉进行这个政权更迭 他支持这个反对派这个瓜伊多 那么不仅仅说从这个接见瓜伊多 甚至于他的夫人 包括还有经济制裁 包括军事威胁 那么甚至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甚至于把一个备忘录 故意的展示给记者看 说是要出兵5000到哥伦比亚去 那么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威胁 已经非常直白了 但是呢 从年初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政权 可以说一个是在一些国际 这种力量的支持下 包括俄罗斯 还派了这个100多军人 直接到了这个委内瑞拉 那么他自己也稳住了阵脚 有军方的支持 各方面的支持 同时呢 他也在外交层面 也开始展开跟反对派的这个对话 那么现在跟反对派的对话 也进行了好几轮了 那么有在挪威进行的 也有最近在这个中美洲国家进行的 那么这样的既 这个秀强硬 同时呢 他也伸出橄榄枝 可以说是有效地化解了 刚开始危机爆发初期 这个马杜罗所处的 这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现在反而是这个反对派 处于这个下风 处于不利的地位 那么现在看来 美国其实也没有多少牌可以打 这一次 这个派这个军机啊 进行这个侦察机 进行抵禁侦察 那么所以 委内瑞拉这个政府 现在也有这样的底气 敢于派出战机 把这个美国的侦察机送走 给它驱离 那么这说明了 他现在这个政权的稳固 包括他对反对派 采取的一些措施 可以说非常有效 至于美国和委内瑞拉 会不会这个擦枪走火 会不会爆发这个战争 我觉得当前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因为现在不仅仅委内瑞拉当局 跟反对派进行了 这样的一个对话 同时呢 各方面的一些危机因素 现在是朝一种和缓的态势 来发展 所以最终 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 也是要通过对话 来解决这个危机 如果反对派 他要扶的都扶不起来 更何况 他跟这个委内瑞拉政府 之间的关系 他没有任何的理由 要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干预 或者进行这种政权的更迭 只有对话 那么他可以自己 也能下得了台 好的 感谢贺女士的分析和解读 感谢贺女士的分析